星期六我们新竹市所举办的万圣街大游行 其实相当的成功 包含超过三万名的市民朋友 有大门也有小朋友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发挥他们的双眼装扮不需要的造势 但是非常的遗憾还是有部分的 就是特定的人士 尤其现在目前应该已经很明确 就是在预演的部分 有一些政治倾向非常的明显 那不管是利用一些成功的方式 或者双眼相遇的方式 会不会一些很具有政治意味的装扮 那就这个方式来到我们这个万圣街的 取孩子们的游行 所以呢现场其实在事前 我们的警察局收到这样子的情字之后 我们其实也特别警察局 有这边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伟案警令 希望说能够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所以呢在事前有听到有一些民众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不止谣言说 我们会要求这些所谓有 我们知道政治意味浓厚的这些装扮人士 要脱掉他们的装扮 这些都是完全没有经过正式的谣言 我绝对没有下降的指示 在这边我们有先再次的澄清 那当天各位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呢 我们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 还有绿营的议员 绿党议员 在这个我们的装扮成提款机的 这个具有政治操控意味浓厚的这个人士的身边 那同时呢也自己发了媒体 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 据警察同仁跟我回报的状况是说 现场呢其实这一些所谓化脸谱的民众 他们其实是在旁边进行一些观看的动作 他并没有去做强制 所以以警察同仁他们专业的判断 并没有达到所谓现行犯要进行袋住 这个我必须要先为警察同仁来喊冤哦 因为我想当然大家政治倾向不同 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诉求 可是警察同仁他们在执行 执行的这个业务的时候 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专业的判断 再来是有一些议员说 什么好像脸谱的人士是我派的 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 现在是怎么样 议员都可以不需要任何的根据 就可以这样含砂射影 乱乱去伤害别人吗 我们警察完全没有对机管机状态人士 做出任何这样子的举动 那我又很必要去找这些黑衣人士 或者所谓化脸谱人士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的执控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伤害我这个师傅的心理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民众 或者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都必须要本于事实 事实就是警察在现场全程录影搜证 警察在现场对于不法的情势 也立即执法 没有任何重放的行为 那同时呢也询问过当事人 他自己也说没有任何感受到这个有强制的问题 最后我还是要谴责 政治的行为 政治的这些语言 不应该进入孩子们的万圣节 许多的家长还是跟我反映到说 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些政治的提款机 他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我们新竹市 是市民的数值这么的高 却有这样子的一个选举政治的一些攻击 要出现在这边 而且甚至用一些发唐狗的方式 来诱导孩子们去认识这些 肮脏的政治语言 政治嘲讽 甚至上面有很多这种 属于网路车衣的一些 很虚霸凌的语言 或者是抹黑的言论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